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男人们可以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往往沦为她们斗争的牺牲品,甚至只是繁育后代的工具,尤其是生活在民间的女子,她们从打出生之日起,便被父母灌输贞德的思想,可以说对男人唯命是从,活得很没有意义,对于她们来说,最好的命运便是进入皇宫,成为皇帝的女人,若是能够再生下皇子,那便是母平子贵,从而才能彻底翻身。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位皇后,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不响,但却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更是打破了皇后生孩子的记录,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去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皇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想要及时获取最新内容,订阅我,期待与你在油管中互动。 元宝剧即位 这位皇后即为西魏文帝元宝剧的第一任皇后,以夫皇后,以夫皇后来自以夫家族,背景非常深厚,是拥有青海之王称号的土育魂领袖的后代,他们家族归降到西魏之后,成为了西魏政权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因此一直与西魏的皇族世代联姻。 血缘关系十分亲密,甚至元宝剧和以夫皇后都是表兄妹关系,尽管在古人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近亲结婚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的婚姻算是很正常的。 据了解,16岁时,嫁给西魏文帝元宝剧的以夫皇后容貌秀美,再加上她与元宝剧的亲缘关系,他们婚后相处得非常和谐,以夫皇后更是为元宝剧生下了12个孩子,可见他们夫妻感情十分深厚, 最初,元宝剧还没有成为皇帝,而是在王府里时,以夫皇后就以温和的性情和节俭节约的作风闻名。 他对代府里的下人从不可怠,因此受到全府上下的赞赏和尊重。 然而,元宝剧作为一位命运坎坷的皇帝,他是北魏孝文帝的子孙,尽管他出身高贵,但他的童年却充满了灾难,因为他的父亲源于是个不安分的人, 他本来可以安稳地做经兆王,但却选择了起兵谋反,在元宝剧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兵败被杀。 当时年仅一岁的元宝剧和他的兄弟都被幽禁在宗正寺,直到延长四年,515年,宣武帝去世后,他们才重获自由并恢复了宗室的地位。 之后,元宝剧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先后担任了执阁将军,邵贤侯,南阳王,后来又升任太尉和世中。 正光六年,525年,元宝剧娶了16岁的乙福氏为妻,乙福氏的祖先是土玉魂政权的首领,世代居住在青海,被尊称为青海王。 乙福氏的高祖父乙福莫归归降后,被任命为定州刺史,并封为西平公,从乙福莫归开始。 他们家族连续三代,娶北魏公主为妻,而乙福莫归家的女子也大多成为王妃。 在北魏朝廷备受尊重,乙福氏的父亲乙福苑曾任宜童三司和衍州刺史。 而她的母亲淮阳长公主元氏则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第四个女儿。 因此,可以说乙福皇后和元宝剧是表兄妹关系。 永熙两年,533年,元宝剧再次升任太保,开府,上书令,次年又被任命为太宰。 同年的12月,孝武帝元宗被杀,群臣原本打算立孝武帝的侄子广平王元宰为皇帝。 但是中元顺向宇文太建议立元宝剧为帝,宇文太随后上表劝劲,大统元年。 535年,群臣原宝剧即位为帝,定督长安,改元为大统。 逼死乙福皇后,在群臣原初八这一天。 元宝剧册封乙福氏为皇后,并立他们所生的儿子原亲为皇太子。 乙福氏以节俭著称,他喜欢吃简单的蔬菜和粮食,穿旧衣服, 从不佩戴珍珠美玉和绸缎锦断,他性格温和仁爱,从不新生嫉妒。 因此元宝剧非常尊重他,以服侍和元宝剧共予有12个子女。 这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皇后所生的孩子最多的记录。 然而,这些孩子中大多数都早邀了,只有太子元亲和五都王元物幸存下来。 然而,幸福的日子被一个叫做柔然的邻居所打破,因为在世界上。 弱者总是会受到欺凌,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当时,柔然的首领投兵克汗多次侵犯西魏的北方边境。 西魏的丞相宇文太希望通过联姻来安抚投兵克汗。 他请元宝剧将舍人元义的女儿封为画正公主,并嫁给投兵克汗的弟弟塔汗。 随后,宇文太又劝说元宝剧废处以服事,并娶投兵克汗的女儿为新皇后,在西魏的大统四年,538年。 2月15日,元宝剧废除了以服事的皇后身份,让她居住在别宫,剃发维尼,迎娶了投兵克汗的女儿玉酒驴氏,集到皇后为新的皇后。 以服事成为尼姑后,居住在别宫之中,但玉酒驴氏极度心重,残酷地对待以服事,甚至驱逐她出离皇城。 元宝剧无可奈何,只能任命以服事的儿子五都王元物为泰州刺史,让以服事跟随儿子一起去任职。 仅管元宝剧废除了以服事并立下了玉酒驴氏,但她并没有忘记以服事对她的恩情。 她暗中让以服事留长发,表达了将她重新接回来的意图。 然而,玉酒驴氏心生嫉妒,她不肯容忍以服事的存在,于是偷偷命令人缩使父亲发动战争,逼迫以服事的假想情敌。 果然,不久后,柔然可汗派兵南下,再次入侵西魏,西魏人民感到巨大的恐慌。 人们纷纷说,这都是因为以服皇后还活着,西魏文帝听到这些言论大怒,柔然动用百万大军,难道只是为了一个女人? 但无奈众人都这样说,西魏文帝只能含泪处死了年仅31岁的以服皇后。 可汗称,一国不能有两位后妃,西魏废后还活着,将来仍企图复封为后,公主免不了被废除。 因此兴师问罪,这都是柔然公主,听说以服事临别时,魏文帝暗示她续发,所以心里不平。 暗中与柔然可汗勾结起兵,逼迫魏文帝除去以服事,魏文帝见此不得不愁愁了许久。 最后叹息说,岂有百万之众,唯一女子而动,虽然如此,如果朕不肯割爱顾妻,自招叩唤,致使此事成了笑柄,又有何面目见到将帅们呢? 真是奇怪,与将帅们和杀害自己的妻子是否有关呢? 于是派遣中常侍曹宠妇秦州,让以服事自尽,以服事流泪对曹宠说,愿至尊万寿无疆,天下安宁,死而无憾。 又召见次子五都王元物,并嘱咐他有关后事,让他转告皇太子,好自为之。 不要思念生母,思别的场面异常悲凉,痛哭两久,左右都不忍看这悲戚的情景,当时以服事已经暗中流发期待与文帝再次相聚,此时,他便又在佛像前削发,然后进房服毒,用被子盖住身体躺在床上,不久就死去。 于是,十年三十一岁,以服去世后,葬于凿麦姬崖下,并被追尊为文皇后,与元宝剧合葬于永灵。 尽管玉酒驴氏赢得了这场后卫争夺战,但他无法享受太久。 同一年,玉酒驴氏怀孕并难产而亡,年仅十六岁。 总结,以服事与元宝剧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段插曲。 然而,这段插曲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的真相,爱情有时候不足以抵挡权力和利益的诱惑,而真正的痴情却往往会以苦涩的结局结束。 以服事是元宝剧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也是她最深爱的人,她无条件地付出,尽心尽力地侍奉着她,为她分担繁重的证物。 然而,这份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元宝剧对于以服事的情感始终有所保留,无法将她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 或许,元宝剧内心的挣扎十分真实而痛苦,她是一位皇帝,作为统治者,权力和责任已经贯穿了她的生命。 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盛大的宴会虽然令其他人羡慕,但对于元宝剧而言,这个世界似乎缺失了一份真正的情感。 她知道以服事爱她,但她受困于王位的束缚,无法给予她应有的关怀和宠爱,以服事的死似乎注定了她一生付出的心酸。 她的灵魂仍然以乌黑的发丝和明亮的毛子出现在柔然可汗女儿的梦境中,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 最终,这个年轻的女子还是在远离故乡的异国他乡,因难产而夭折。 她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没有得到充分的护佑。 尽管她一生都在为元宝剧而活,但她最终却被她的无情所伤。 元宝剧继位后,将以服事和可汗女儿合葬于永灵,是对他们的尊重和怀念。 虽然这样的安排被视为一种荣誉,但对于以服事来说,这也毫无意义。 她堕入了爱与权力交错的漩涡中,身心遭受着巨大的摧残。 虽然她的坟墓与皇帝共享,但她却无从感受到她曾经对她的爱与怜惜,这是一场悲剧。 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生,以服事的一生注定是个笑话,她的痴情一直被无情所苦,或许,她对元宝剧的痴情是前世的宿命。 而这注定了她无法改变命运,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在这个喧嚣而现实的社会里,我们也应该深思,何谓真正的爱情,何谓真正的幸福,爱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真实情感的交融与呈现。 唯有这样,才能让爱情真正绽放,而非成为一场苦涩的笑话。 感谢您的讨论